今天是10月14日 星期五 今天特別忙的 因為我要去廣播做節目 陸叔阿鳳了家 你知道節目是兩點 人生交叉本兩點到三點 三點回來已經三點七到三點八了 接著就要做我們財經台的普通話節目 今天做到三點十 接著廣東電台又要做節目 又要做廣義 還要做一些稿 所以這半鐘頭 根本上停都還沒停到的 現在這分鐘是4點20分 講完之後我又要趕著走 因為今天講了是屯門 你知道時間緊得很緊要 唯有抽少許時間跟大家聊一聊 市今天反彈 因為由星期二的高位24,064 跌到星期四 昨天的低位23,066 三天之內跌了1058點 在技術上有少許超賣之下 再一個反彈不出奇 實際上指數在收市那一刻 是收到23,233點 輕輕回到50天線樓上 升了202點 成交金額602億 但是沒有什麼特別意思的 反而我自己覺得要留意的就是 這個月的高位是11日的 24,064 這個月的低位是13日的23,066點 一般來說一個月的高低位 是不會同時的出現在 是在三個交易天之內出現的 所以如果24,064 是今個月的高位 我想很大機會更加低位置數 應該都還在後面 一直說了 由6月24的低位升到上9月9日 升了4,702點 就算調整3分1 都要碰一碰22,796點 預了有三幾百點就反覆了 其實幅度不會跌得太多 但是市場不明就是不明的 會不會說已經是跌完呢 不再跌呢 其實是往後市值 但是今天有個形態出來 是比較舒服的 就是指數是能夠咬上50天線樓上 不過成交就不是那麼足夠 都是只有500多億而已 就是說其實上整個大市 應該是602億 整個大市暫時來說 是處於一個不明之中的 由於市場不預期有大跌 所以拿著伏的那些 很多都是磁形保財官網的 這個也都錯不了 其實如果你說問到市場 要不要走貨 應該問問自己要不要走貨 說明市場不會大跌是怎樣的 如果你早上市場得太重的 不用說市場跌 市場不升不跌牛皮淡靜 你已經害怕市場會跌的了 先輸了心理線了 是不是 所以磁形保財 拿著一些放輕輕鬆鬆 這樣就最好了 有時候市場是向上撲 或者一路處於一個上升形態當中 勇一點就不要緊 但是當我大市跌穿10天20天線 好像已經摸了頂的時間 理論上那一刻就不要太勇了 不過在那一刻偏偏就有很多人 才真真正正全身投入 所以一旦大市深一點反覆 又急急腳就去止蝕 有時候我想起來 覺得短炒也要看時間 市場明明是浪節望而上的 你要做短炒就是那分鐘做 到市場高位了 持續三幾次反覆在10天線 已經證明市場沒有辦法再進一步上升 那時候如果再勇的話 務求在很小的包覆裏面 找少少的盈利 其實承擔風險範圍大 就好像現在的正式那樣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裏 不可以再講了 整理講義 我駕住屯門 升了一收視之後 再和你聊